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高得分是八分 你们需要超越这个分数才有可能拿奖 如果分数并列到时候会安排加赛 如果两位没什么其他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没问题 开始吧 私下催促 没办法 夜晚晚只能陪玩了 我也没有问题 小姐 请你拿好手中的遥控 等一下开始之后 大屏幕上会随机出现两张图片 请你在三秒钟之内选中一张图片 你的选择结果会在您对面的帅哥猜完后公布 主持人简单说明了一下 然后宣布游戏正式开始 很快 大屏幕上的图片飞快转动 然后缓缓地停了下来 只见左边的图片是黑色的玫瑰 右边的图片是金灿灿的向日葵 伴着吃货的心理 夜晚晚果断选了向日葵 这位帅哥 现在请您猜一猜他选的是什么 夜晚晚有些紧张地盯着私下 等待着他的回答 私下在两张图片上扫了一眼 随后想也不想地开口 黑玫瑰 主持文言一脸的遗憾 抱歉 猜错了 这位美女选的是向日葵 说完 大屏幕上出现了夜晚晚的选择结果 向日葵的图片旁打了一个大大的钩 只只第一句而已 还有很多机会 下局继续努力吧 主持人开口道 很快 第二组图片出来了 左边是小黄鸡 右边是大白虎 这题还用选吧 肯定是大白虎啊 观看她的表现应该也知道 她比较喜欢大白虎的 这题私下应该不会错的吧 先生 您的猜测是小黄鸡 你哪只眼睛看我喜欢小黄鸡的 这两题可能有点难猜 下面继续努力吧 主持人在一旁打着圆场 现在他们已经错了两题了 如果第三题再错的话 就肯定拿不到奖了 夜晚晚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大屏幕 终于第三组图片出来了 左边图片是一把枪 右边图片是一束美丽的鲜花 夜晚晚的眼睛一亮 太好了 这题容易啊 夜晚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鲜花 然后期待地看着私下 结果下一秒便听到私下开口 M416 私下说的是枪支型号 夜晚晚的额头青筋爆跳 终于忍无可忍地瞪向私下 我去 你怎么猜的 私下也火了 我当然是按照你的喜好猜的 我还问你呢 你怎么选的 听她狡辩 夜晚晚顿时怒了 我的选择有什么问题吗 哪个女孩子会不选花去选枪的 第二题 我那么喜欢大白 你看不出来吗 怎么可能选小黄鸡啊 还有第一题 黑玫瑰是什么鬼 黑乎乎的谁会喜欢啊 你没看我中了一院子的向日葵吗 你明明 私下沉着脸色 张了张嘴 终究还是什么也没说 已经错了三题 肯定是拿奖没戏了 剩下的两人也没心情继续做 直接就结束了游戏 刚一结束游戏 夜晚晚就开始跟四夜寒哭诉 哼 这熊孩子气死我了 这么容易的题目都能猜错 私下板着脸道 我没猜错 三题全错了 还说没错 夜晚晚乍毛 四夜还没有说话 宽大的手掌在女孩的发顶抚了抚 神情讳莫如深 因为跟私下吵起来 气氛略有些冷凝 台上主持人已经开始统计分数了 目前最高得分是八分 二十三号捉的一对情侣朋友 如果今晚没有人继续挑战的话 那么奖品就属于这两位了 四夜寒朝着身旁闷闷不乐的女孩看去 不开心 夜晚晚回过神来 缓了脸色开口道 没有了 输就输了 其实夜晚晚倒是觉得没什么 可气的是私下那小子的态度 明明是他自己猜错了 还一副是他的错的模样 四夜寒放下手里的饮料杯 看着夜晚晚开口 陪我去玩一次 夜晚晚文言 顿时惊讶地扭头朝着男人看过去 什么 陪他去玩一次 四夜寒怎么可能想玩这种游戏 那就是 他故意这么说 其实是想陪他玩了 想到这里 夜晚晚的心跳 漠然地漏了一盘 糟糕 他怎么发现 四夜寒竟然开始会撩妹了 四夜寒头去询问的眼神 嗯 夜晚晚顿时轻壳一声 咳咳 当然可以了 私下朝着四夜寒看了一眼 将映着脸色别开了头 我们可以挑战吗 夜晚晚忙起身询问 主持人看到是刚才连错三题的夜晚晚 有些抱歉地开口道 这个 每一组只能参加一次哦 那个 这次不是跟他一组了 是跟我男朋友 可以吗 夜晚晚问 主持人这才开口 哦 那是可以的 于是游戏再次开始了 夜晚晚略有些紧张地捏紧了手里的遥控器 与此同时 大屏幕上浮现了第一组图片 左边的图是草莓蛋糕 右边的图是杏仁蛋糕 私下咕噜 信人 夜晚晚没搭理他 埋着头选了草莓蛋糕 他明明更喜欢吃草莓的好吗 很快 四夜寒开口 草莓 夜晚晚的眼睛一亮 对了 不过这题很简单 四夜寒会猜对也很正常 恭喜 猜对了 下面请看第二组图片 接着第二组图片展示了出来 左边的图是一件白裙 右边的图是一件黑色的裙子 当然是仙气飘飘的白裙子了 夜晚晚果断选白裙 白色 又对了 这一次 私下终于闷着声不开口了 很快 第三组图片又显示了 左边是一瓶酒 右边是一瓶橙汁 夜晚晚选了橙汁 果汁 夜晚晚一阵激动 连续猜对了三题 主持人笑道 情侣果然就是不一样 心有灵犀 已经连续猜对三题咯 夜晚晚笑眯眯的 顿时心情大好 她果然还是跟四夜寒比较有默契 第四组图片 左边是芹菜 右边是香菜 夜晚晚记得 四夜寒是不喜欢吃芹菜的 于是果断选了香菜 果然 这一题 四夜寒又猜对了 继续按照这个节奏下去的话 拿奖有望了呀 本来大家都只是当个热闹看的 渐渐的 全部开始全神贯注起来 因为夜晚晚和四夜寒 居然一口气连对了八题 连夜晚晚自己都傻眼了 呆呆地看着对面的四夜寒 我去 四夜寒 你会读西兽吗 私下本来还是一只臭着脸 不屑一顾的 连对八题之后 脸色也变了 这对情侣实在太厉害了 居然一连猜对了八题 现在只剩下两道题目了 如果再对一题 就能拿到第一名的奖励 如果两题全对 便能拿到特大的奖哦 主持人激动地开口道 其他客人们也全都感兴趣地 朝着两人看过去 俊男美女还这么默契 简直是人生赢家呀 第九组图片 请看大屏幕 伴随着主持人的声音 大屏幕上 缓缓切换到了另一组图片 左边的图片是吹烟鸟鸟 右边的图片是星辰大海 看着这两张图片 也玩玩想了想 觉得比较符合他性格的 应该是安逸平和的生活 于是便选择了第一幅图片 私下自言自语地嘀咕 第二张 叶文文已经听私下嘀咕了好几次了 结果全都错了 简直是对他无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家伙能够避开所有的正确答案 也是绝了 与此同时 私下还开口 第一张 回答正确 天呐 连队九题 已经破了我们店的最高纪录了 最后一题 这两位超级默契的情侣 到底能不能答对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主持人我都已经有些紧张了呢 主持人夸张地深呼吸着 然后点开了最后一组图片 我去 居然连队九题了 叶文文呆呆地瞪大了眼睛 心脏都开始砰砰直跳了 终于第十组图片出来了 这第十组图片有些特别 两张图片上都是枪支 而且两把枪几乎一模一样 叶文文顿时有些无语 这到底是先有灵犀啊 还是大家来找茬 这两张图片 看起来明明一模一样的吧 果然大奖不是那么好拿的 主持人自己看到图片 也是有些愣着 哦 这组题目似乎有些困难啊 这两把枪似乎一模一样 只有手柄处和枪口的地方 有些细微的差别 不知道这位美女会学哪张呢 叶文文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虽然两张图片一模一样 但是她的目光却始终忍不住地 停留在第一张图片上 觉得那张图片看起来比较亲切 奇怪 叶文文选了半天也选不出来 最后便想着 要么就凭直觉选吧 毕竟第一张看起来比较顺眼的样子 就是不知道四叶寒这次能不能猜对了 其他的多少还能通过平时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了解 猜到一点蛛丝马迹 可是这组图片却完全只能靠运气 最后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叶文文在桌底按下了第一张图片的选项 一旁的私下原本神色抑郁地趴在桌上 此刻却突然抬起了头 目光微凛地盯着大屏幕 柯尔特M2000 叶文文文一言 有些惊讶地朝着私下看去 可真是难得 这次私下居然猜对了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不过柯尔特M2000是什么 难道是手枪的型号吗 什么东西啊 叶文文下意识地喃喃问出口 私下的目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你选的那张图啊 啊 与此同时 思叶寒也朝着大屏幕看去 之前他都几乎是描选 可是这一次 他考虑的时间似乎尤其长 男人深邃黑沉的毛子盯着屏幕 毛底是意味不明的光芒 主持人见状紧张地开口 最后一组图片 这位客人的选择会什么呢 不知道他的男友是否能猜到 现在倒计时还剩下五秒钟 许尽快作答 五 四 三 二 叶文文盯着思叶寒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最后几乎是掐着倒手结束的最后一秒 思叶寒终于开口 我